朋友這幾年來一直要我把這件事寫出來 本來不太想寫出來 但心想離退休只剩幾個禮拜 所以我答應了 在紐約布魯克林當社工已經30年 老實說工作壓力非常大 知道有很多家庭會因而改善 是我繼續堅持下去的動力 直到13年前發生一件事 讓我想要離職 還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到現在都還在調適中 因此希望藉由寫下這件事 能讓我放下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 蘇聯的瓦解 讓沒生小孩的美國人 能領養到貧窮的白人孤兒 因為自己也是被領養的小孩 所以很關注被領養後小孩的生活 可以保證 只要是我處理的領養案件 都是過得既幸福又美滿 但是除了一件領養案外 那個小孩真的是小孩嗎 我無法確定 反而覺得比較像是披著人皮的惡魔 萊恩跟珍妮是一對讓人羨慕的夫妻 不僅擁有財富跟迷人的外表 還有顆慷慨的心 除了小孩外 可以說該有的都有了 萊恩曾祖父移民至俄羅斯 在四了三年都沒懷孕後 他們決定到俄羅斯領養孤兒 於是透過當地東正教的教堂進行領養 教堂神父跟他們說 有個金髮藍眼睛完美的八歲男孩 對英文的理解能力也不錯 名字叫迪米崔 他需要一個家 這吸引到他們 請了兩個禮拜的假 飛到莫斯科去看小孩 神父表示 關於他的身世很模糊 好像是三歲時出現在教堂外 在寫好靈央表格後 答應一個月內回來帶小孩 回國後 他們非常開心 準備著他的生活所需用品 到了約定時間 他們搭飛機飛到莫斯科 但剛下飛機時卻發現 迪米崔已經在機場 旁邊還站著兩名警察 其中一名員警說 俄羅斯政府感謝你的無私 為了表示誠意 已經安排好下一班飛機讓你離開 也幫你取消預訂好的飯店 夫妻倆對這情況感到疑惑 因為本來是要到教堂辦理手續 於是珍妮向員警詢問 上次接洽我們的神父怎麼了 這時小孩迪米崔 用很標準的英語說 媽媽沒關係 我待在這裡的時間已經結束了 我們走吧 關於這件事 後來萊恩告訴我 他那時處理應該要更謹慎 不應該這樣隨便處理 他們帶迪米崔回紐約後 為了打造最完美的家庭 給他上最貴的私立學校 還僱用一名專門照顧領養小孩的治療師 也花很多時間陪伴迪米崔 而迪米崔也很有天分 老師跟治療師都誇讚他很聰明 第一年他們可以說是個完美家庭 但後來發現 迪米崔會趁他們睡覺時偷跑出去 到天亮時才回家 問迪米崔也只是笑笑的說沒有 後來還發現迪米崔會對著鏡子 練習做出喜怒哀樂的表情 詭異的是在變換期間 臉上的表情是沒有任何情緒的 他們擔心迪米崔的情況 於是把治療師換掉 換成行為治療師跟心理醫師 結果醫師們都覺得迪米崔不太正常 建議他們在晚上時把門鎖起來 防止迪米崔偷跑出去 這個約束反而讓迪米崔露出本性 他在學校操控小孩 叫說他們拿剪刀跟鉛筆互相攻擊 這也讓迪米崔被禁止到學校三個禮拜 珍妮只好留在家裡監控他 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珍妮精神突然崩潰送精神病院治療 腳底還發現有被淹燙傷的痕跡 這次自殘還是被迪米崔攻擊的 沒有人知道 後來萊恩捐了很多錢給學校 讓迪米崔可以繼續上學 但一個月後就被退學了 因為迪米崔威脅兩名學生 去指控校長性騷擾 如果不照著做 就要把他們的手砍下來 還從背包裡拿出斷手給他們看 一開始他們害怕不敢說出來 在隱瞞了一個禮拜後才跟爸媽講這件事 而我會跟這件事扯上關係的原因 就是因為接貨警局通知 由我們兒童保護部門介入處理 那天我跟三名警察到迪米崔家裡拜法 迪米崔在搜索時找到了那隻斷手 還找到好幾隻手錶 車鑰匙 皮夾 跟需要處方簽才能有的眼鏡 迪米崔詢問迪米崔怎麼有這些東西 迪米崔說是萊恩上班時 在他房間裡發現的 聽完這個 萊恩馬上否認 但迪米崔還是前往萊恩房間搜索 後來在床底下找到了沾血的刀 跟一把泰色電擊槍 於是逮捕了萊恩 最後我向主管請願 要照顧迪米崔到事情釐清 當時這個決定讓我很後悔 在帶他回我家的路上 他的臉上嘴角露出一邊牙齒 一直保持著這個詭異微笑 而且沉默不說話 但我想遇到爸爸被捕的情況 有這反應還算可以理解 到家後跟老婆女兒表示 會先讓迪米崔住在家裡 直到找到寄養家庭 隔天早上警察打來 要我把迪米崔帶過去 到達後 遠景把我拉到旁邊說 那天發現的斷手跟其他東西 都跟去年六起凶殺案有關 雖然菜刀上有萊恩的指紋 但每一件謀殺案 萊恩都有不在場的證明 調查其他東西的指紋 跟謀殺案的監視器後 確定兇手是另外一個人 當時我沒聽懂的問說 所以迪米崔 可以跟萊恩回家了嗎 後來遠景說 監視器是入到 迪米崔拿電擊槍 攻擊一名男子 然後把他拖到巷子裡 而巷子就是發現死者的地方 聽到這 讓我整個腦袋無法思考 就看著兩名警員準備要逮捕迪米崔 這時 迪米崔的臉上 突然發怒 拿出小刀試圖攻擊員警 但被另外一名員警 從旁邊 用拳頭攻擊頭部倒下 想到這恐怖的怪物 竟然就在我家睡了一晚 令我整個頭皮發麻 拿出手機想看現在的時間 上面顯示老婆打來的九通未接來電 一瞬間恐懼感向我襲來 我整個呆住了 遠景拍了下我的肩膀 帶著我到辦公室 他臉上表情已說明了一切 我不想聽他要說的事 然後聽到遠景說 你最小的女兒 今天早上你老婆發現 他雙手被防板吊死在天花板下 兇手就是迪米崔 但不知道他怎麼有辦法 把比他大兩倍的人吊起來 因為這件事 我請了一整年的假 去請求法院對迪米崔以成人判刑 結果法官總是以他還是小孩 當理由回絕了 但他們忽略了迪米崔的精神 做自認測驗的結果 都顯示 認知能力比大部分的大人都優秀 這讓我懷疑 當時俄羅斯警方 其實已經知道迪米崔的能力了 是利用靈養小孩 把問題丟給別人 明天迪米崔就21歲了 而且要被從精神病院釋放 我打算離開紐約這個鬼地方 祈禱警方會密切注意他 他會不會讓你喝酒 我會想到你 你不是要靠你 就說我我猜 是在你的風格 他會想到你 我會想到你 賠償了 這就寫了 我會想到你